- 下一場是由Danny來講closure conversion是一個比較技術的議題 - 大家掌聲歡迎一下Danny吧 - Hello,我是Danny - 今天來講這個閉寶轉換是因為雖然說函數式語言裡面有很多議題 - 或者說整個程式語言的角度來看 - 那我會覺得說Functional對我來說最核心的還是函數可以被當成值這件事情 - 有這麼一個事情的話就可以寫出像這樣的函數 - 也就是說第一個MACADDER這個函數它會回傳一個函數這件事 - 裡面的函數就會有一個問題 - 如果它用到了外面的變數,這個變數要怎麼拿到呢? - 從C語言的角度來看,我們直接寫成C語言的版本 - 我們就會意識到說其實我們不知道這個N是從哪裡來的 - 然後這不單純只是一個語法的問題 - 就是說今天就算我們把它變成說... - 我們可以在裡面宣告一個函式 - 那這邊的N是什麼呢? - 讓我們假設它是它在函數裡面的Stake的位置 - 我們會發現說MACADDER一Return - 這N的位置就已經沒有東西了 - 所以這樣子還是不行 - 我們再來就會想到說有什麼東西可能活得比Stake好久 - 那比如說GlobalVariable - 所以我們這邊MACADDER會去set這個GlobalVariable - 然後ADDER會再去引用它 - 那這乍一看之下就是簡單的情況是對的 - 但是一旦我們變換了順序就會意識到一個問題 - 就是GlobalVariable只有一個,可是我們可能想要MAC很多ADDER - 這是因為它就只有一個... - 所以你可以認為說這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儲存它的環境 - 就只有N1 - 所以再來我們就會想到說 - 除了Stake,然後除了GlobalVariable - 還可以增長,然後又生命周期是由我們自己控制的位置 - 就只有HIP - 所以一般來說一個culture在C語言這樣的model裡面可能會寫成這樣子 - 那這個expression是因為... - 這個expressionT是因為我們也不確定我們的語言到底需要什麼 -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展示不一樣的各種encoding的方式 - 那它呼叫的時候就變成要把function pointer取出來 - 然後額外加上它本來自己含帶著的environment - 那這邊function pointer沒有做轉型,所以它其實也是假的程式 - 那再來就是談到說它的變換的內容是怎麼做的 - 那它首先是我們用JavaScript來看 - 就是MACADDER它這個韓式 - 他會首先去問自己的body說free variable有什麼 - 那什麼叫做自由變數就是free variable呢? - 那就是說在 takeM的這個函數裡面 - 它總共有N然後加跟M三個自由變數 - 那因為我們知道加號是我們的primitive - 所以它會首先被排除 - 那所以它會回報N跟M - 那往上到了這個函數的參數的位置的時候呢? - 它就發現說M是自己的參數,所以它也被排除掉 - 所以在這邊這個綠色的括號裡面 - 唯一的自由變數就是橘色框框起來的這個部分 - 那到MACADDER本身呢? - 它就會發現說已經沒有任何自由變數了 - 所以在轉換的時候就是- 你要在韓式的整個syntax後面 - 就是參數列表插入一個叫environment的參數 -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用JavaScript的array編碼- 所以它就是直接去參考- 就是它在environment裡面我們預先講好要放的位置- 那... - 自由變數的部分就被提取到這個closure的第二個部分 - 所以我們這個closure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array - 為了簡化我們轉換韓式呼叫的部分 - 所以就算沒有自由變數,我們也做了closure的轉換 - 那結果就會類似像這樣 - 所以這段JavaScript的程式碼是可以運作的 - 那今天的目標是JavaScript的這段程式碼可以對應到右邊的scheme的call - 那這其實只是一個類似scheme的語言 - 但也不完全scheme - 整個MACADDER大概會長這樣子 - 因為我們會... - 再來是函數呼叫的部分 - 它就是把函數,然後括號,參數的寫法變成... - 坦數引數 - 這是LISP的風格 - 然後... - 這MACADDER會有一個縮寫的形式 - 長這樣子,它可能會叫Defined Procedure Form - 之類的 - 所以最後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編譯的目標 - 所以現在就是寫程式... - 然後轉過來 - 那... - 一開始我們會有一個Primitive -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可以定義說一些語言 -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語言 - 然後 Symbol就是用來表示變數 - 那我們會有... - 我們也會有Number,就是數字 - 然後跟Primitive是這些... - 這些特殊的變數這樣 - 然後Expression裡面可以定義一些東西 - 然後我們... - 最重要的是這是第一個語言,所以叫L0 - 那我們可以定義另一個語言叫L1 - 然後它會擴展它 - 然後之後我們把剛剛講的Defined Procedure Form拿掉 - 所以它就會是... - 像JavaScript的話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 那我們就把這個common拿開 - 那... - 我先寫一下 - 那... - 那... - 我先寫一下 - 就會長這樣 - 那你可以看到說... - 我們這邊用兩個中括號來表示 - 就是... - 繼續套用Transformation - 就是這個T - 那它... - 在... - NanoPass這個框架裡面 - 就只需要再加一個括號就好了 - 那它自己是... - 說這個功能叫Catamorphism - 雖然有點奇怪 - 那我們可以繼續... - 按照這個想法 - 我們就繼續擴展L1 - 然後我們把它變L2 -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事情是... - 我們把... - 我們把Body包起來 - 就是我們把它從... - 可以有多個Body變成只有一個Body - 那它用到的會是... - Begin這個形式 - 所以這邊有預先把Begin的Web寫起來 - 所以它... - 做的事情就... - 蠻容易的 - 它就只是說跳脫 - 然後... - Web... - 起來 - 那這邊可以執行一下 - 就可能就會看到說... - 喔... - 就是... - 它已經有一些轉換的結果 - 那我們先把這東西拉到旁邊 - 那再來是... - 我們要按照剛剛講的方法 - 去找出... - 就是... - 一個Expression裡面的自由變數有哪些 - 那... - 這個Case可以先拿掉 - 我們可以先看... - 呃... - 一個Primitive一定不是 - 所以它... - 回傳的... - 回報的一定是空的 - 那... - 一個自然... - 一個數字也不是 - 所以它也回報一個空的 - 那如果是... - 變數的話 - 我們就把它... - 就是... - 就回傳出去 - 那它應該還會... - 就是開始講說 - 有哪些東西是... - 缺失的 - 那這邊... - 呃... - 我們首先會想要... - 就是... - 移除掉... - SetToList - 就是這些 - 然後... - 是從... - 8-10的FreeVariables裡面移除 - 然後... - 1應該會有很多嘛 - 所以我們會... - MapFreeVariables - 然後... - 1上去 - 那... - 最後再把它... - 就是... - 丟進同一個List - 然後... - 我們用... - 呃... - ApplySetUnion - 就可以把它全部都組合在一起了 - 那它再來會說... - 呃... - 少了Lamda縫 - 所以... - 呃... - 這時候... - 我們可以把... - 這一段直接接過來就好了 - 因為它是一樣的東西 - 那再來會... - 呃... - 呃... - 那再來爆的是沒有Begin - 所以我們就把Begin拿出來處理 - 呃... - 那這一段呢... - 就會是... - 一樣是Apply - 然後... - Sorry... - SetUnion - 就是把集合... - 就是... - 接在一起 - 那... - 這邊會用Map - 把FreeVariables - 就是... - 繼續套上去 - 那我們可能會用Append - 把... - 多個body - 跟... - 可能在後面的body - 連在一起 - 然後再來是... - Define - 那它就是... - 把... - 單純的把1丟出去 - 那... - 這是因為其實我們沒有用到Define而已 - 那... - 再來是... - 最後應該是... - 函數呼叫的形式 - 那它應該會跟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 只是說... - 它這裡會變成... - 接... - 這個而已 - 那它到這邊... - FreeVariables就完成了 - 那... - 再來是... - 我們需要用到它的地方 - 那就是說... - 我們的... - 我們的... - 那我們打... - 需要多一個... - 參數... - 它會叫做Environment - 然後我們會把它包裝在一個... - 結構... - 一個... - 一個Pair裡面... - 那第二個Pair會是一個Vector... - 然後... - 它應該會是... - 把FreeVariables拿出來... - 那這邊還沒有定義FreeVariables... - 所以它的... - 它的... - 檢查方式就是把... - 函數體丟進去問... - 那... - Body還沒有做處理... - 它其實是需要把裡面的自由變數換掉... - 呃... - 喔... - Sorry... - 這一切反... - 所以... - 撐兩段... - 它現在應該會產出一些程式... - 它這邊... - 呃... - 你可以看到說... - 呃... - 拉麥達裡面的... - 加Nm還是... - 還是... - 還是... - 我們會想要把Body裡面進行... - 就是... - 這些FreeVariables替換掉... - 那它的寫法就是... - Body... - 然後跟FreeVariables... - FreeVariables... - 那 Nanopax會去找說... - 任何是屬於FreeVariables的變數... - 那就是通過這GAL的完成... - 那這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 - 就是把它改成... - 就是 Reference到... - Environment... - 然後這時候應該會想要算說... - 它到底在... - 這個... - FreeVariables裡面... - 就是 XS的位置在哪裡... - 那這時候再轉換... - 應該就會看到說... - 它已經N變成VectorRiff了... - 那再來就是... - 呼叫的部分... - 那 Primitive的情況當然是... - 我們就是直接... - 原封不動的丟回去... - 所以它就不會被碰到... - 那 Expression的部分... - 呃... - 簡單來想的話... -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 我們先把... - C A R E 拿出來... - 然後我們再拿... - C D R E... - 然後再把... - 呃... - 參數... - 就是丟出來... - 那這... - 乍看之下是... - 對的... - 但是你會發現說... - 我們把這邊放大... - 這一段... - 程式碼跟這一段程式碼是重複的... - 那在... - 那在... - 呃... - 求職的語言裡面... - 這件事情就很嚴重... - 所以... - 我們實際上是會... - 備有一個... - Letter... - 然後讓它是一個... - Clojure... - 然後把... - 函數的部分... - 就是... - 先丟過去... - 那... - 那... - 這樣子的轉換... - 結果... - 就是... - 就如... - 預期了... - 那... - 這... - 呃... - 這只是... - 呃... - 這只是把... - 呃... - 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好奇的是說... - 我們要怎麼讓... - 我們要怎麼讓它... - 我們要怎麼讓它就是... - 我們怎麼證明它真的可以編譯到C語言的模型呢? - 那這邊就是... - 我先跑一下clean一下好了... - 然後... - Run... - 那這邊就是可以看到我們run了compile... - RKT... - 然後它會dump到LVM... - 然後它編譯之後它的答案是如預期的這樣子... - 那我們可以打開... - 就是... - Compile RKT... - 那... - 呃... - 它這邊的做法還蠻簡單的就是... - 第一個是... - 我們所有的LAMDA都... - 就是... - 改成LAMDA LEAF這個形式... - 那這做的事情就是說... - 給它一個臨時的名稱... - 那這臨時的名稱... - 呃... - 這邊是run time 的部分... - 所以可以... - 就是... - 先簡單跳過去... - 那... - Compile LAMDA就是... - 下一步... - 就是... - 我們可以看到... - 我們先做... - 我們先做closure conversion... - 這就是... - 從剛剛prepare拿過來的函式... - 然後... - 再做leaf... - 再做compile LAMDA... - 然後最後才把整個expression... - 丟進去min function... - 那回到... - 就是... - 它就是... - 剛那個leaf的name... - 就會變成... - 我們用來... - 在LLVM裡面... - Add function的名字... - 然後... - 我們 build... - 就是... - 我們就是... - 這邊都是LLVM常見的... - 操作而已... - 那再來就是... - 呃... - 我們會有一個環境... - 用來追蹤我們的變數... - 我們會先把... - 我們會先把... - 我們這個環境先填滿... - 我們... - 的參數... - 然後就開始... - Build 它唯一的body... - 內容... - 然後... - 原封不動的把... - 把這LAMDA LEAF... - 回傳回去... - 那... - 這樣子做的話呢... - 我們... - 呃... - 這邊compile... - 的時候... - 就是... - 那最後就是... - 到... - 就是... - Build 整個expression... - 那就會掉用到這個compile width... - 然後這個compile width... - 它做的事情... - 很簡單... - 就是... - 拿到一個... - 就是... - 環境... - 那這邊可以看到... - 其實... - 也是回傳... - 就是... - 呃... - 一個... - 一個函數... - 這樣... - 它... - 這邊第一個case... - 很簡單... - 就是... - 如果它是變數... - 那就是直接從... - 環境裡面去拿出來... - 那如果它是一個... - 呃... - 那如果它是一個... - 它是一個... - NUMBER 的話... - 我們是... - 只處理integer... - 所以我們就把它compile成integer... - 那 primitive的情況就是... - 你可以看到說... - 就有加減乘除... - 那這邊加用folder的原因是因為... - 其實... - 呃... - 就算這裡面寫說... - 加1NM好了... - 那它... - 就是... - 這是... - 你們接受的形式... - 那除了這之外... - 就是... - COUNS, CAR, CDR... - 然後到... - VETOR跟... - VETOR RIF... - 其實都是... - RON-TIME特別準備好的情況... - 那我們會把所有東西都... - 塞進去integer... - 所以等一下會看到... - 那這邊... - 假設它... - 是一個普通的... - 函數虎角呢... - 它就會... - 直接假設說... - 呃... - 就是... - 我們可以... - 我們可以把... - 就是... - 呃... - 一這個東西compile出來... - 會拿到... - F... - 然後... - 我們會把它轉回... - 就是... - 從integer... - 強制轉回成pointer... - 然後就呼叫它... - 呃... - 然後... - 如果是begin... - 就多個的話... - 那它就是... - 套用... - 就繼續套用compile expression而已... - 那define的話... - 它會去... - 更新environment... - 然後... - Lambda leaf的情況... - 就是... - 剛剛用到的地方... - 就在這裡... - 就是... - 我們這邊就可以... - 從剛剛 add進去的... - 的 function裡面... - 的 Lambda 拿回來... - 所以我們剛剛... - 就是 compile Lambda 的時候... - 會把整個 form... - 都原封不動的傳回來... - 就只是為了這件事... - 然後... - 呃... - 的話... - 就是... - 它就有一個... - 自己內部的... - 更新的環境... - 然後... - 剩下來的情況就是... - 我們... - 假定不會遇到... - 那它的... - 就是... - 用... - 就是... - 這一段程式嘛... - 就是... - 可以看到說... - 因為... - LVN 原則上... - 就只是一個... - 不那麼標準的 C 語言... - 那就... - 我們就可以證明說... - 只要我們把 Free Variable... - 真的從韓式裡面移除... - 然後轉換成另一個... - 等價的形式之後... -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 我們可以把它編譯到... - 就是... - C 語言這樣的model... - 當然... - 它其實沒有怎麼考慮到效率的部分... - 所以這可能... - 這確實不是最好的... - 壓縮的形式... - 然後... - 我也沒有做... - 就是... - 動態的型別檢查... - 那回到這邊的話... - 那這是我的... -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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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 現場開放提問... - 有嗎? - 有嗎? - Slides有問題嗎? - 雖然應該是沒有,你剛剛沒有... - 你剛剛... - 沒有 我沒有... - 好... - 對 - 好... - 沒有的話... - 有嗎? - 沒有的話... 就這樣,怎麼了? 想確認一下說,如果summarize一下的話 你今天做的事情是說,我們在record裡面 我們假設一個沒有closure這一個東西的一個語言 所以說其實你現在是要把有closure的語言把它compile成那一個 對對對,如果目標是沒有closure的情況之下 因此你這邊用到的record功能有什麼呢? 似乎說你能夠把program當成text 然後你可以去算一個程式的free variable 但是我應該要問一下,當我現在有了一個要被轉換的record程式 那其實它是先被轉換成一個比較簡單的record程式 然後再被compile成LVM嗎? 這邊的情況其實是,這是NanoPass裡面的一個language 那這個language它在… 嗯?我走錯地方了嗎? 等一下,我先執行一下 等一下,我找到了 在這裡 我們可以為一個語言define一個passer 那它會預設生產一個為x expression準備的passer 所以它這個macro就是內部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可以說它definepasser是在做什麼嗎? 就是它definepasser是根據我們上面這邊就是language裡面的定義 那…呃…就是可以看到說…就是…呃…就是它是根據這個定義 然後…然後預設的entry叫做expression 所以我們沒有寫entry expression 然後它會從這個entry進去之後 然後…就是生成一個…就是…因為它是x表達式嘛 所以它其實只需要對它內部的一些性質 就是…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primitive就是我們額外丟給它的 那… number其實就是…也是從racket出來的 就是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number 那symbol就是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symbol 所以你可以額外加一些你…你自己判斷說是什麼的東西 變成你的語言的terminals 謝謝 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那我們就謝謝Danny 掌聲謝謝 謝謝… 謝謝 为什么这个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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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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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